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看到尾盘的时候 那指数往上面拉 那我昨天跟大家说 它为什么会拉起来呢 其实那么真正比较内行的人呢 其实昨天就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详细的东西我在昨天已经跟你讲过 所以其实今天你看到指数就应声往上面 今天开高之后呢今天走高 好所以今天指数呢一整天几乎都是稳在盘上 那收盘的时候今天指数找9点 10437点 好所以其实我在讲这意思就是说 那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多头 那多头里面当然它是一段一段往上涨 那也就是说呢它涨了一段之后 它当然就会有压回 压回之后震荡之后再往上 所以其实你如果看得懂那个窍门的人会知道 那这种行情里面 其实你只要去把握个股就好了 根本不用想很多啊 那本来多头最重要的就是赚个股啊 所以你只要把会喷出的股票 那可以让你赚大钱的股票 你只要照这个节奏一档接一档来操作 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你真的可以很快就获利 而且呢甚至你获利的速度呢还可以非常的大 好所以其实重点本来就是股票嘛 那该涨该喷出的股票就是会大涨 所以你看到今天指数往上面走 但是你会看到你看节目都可以印证了 对你一起来的话呢你真的可以赚了很多 好我们先看你会觉得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吗 那如果以这个数字它本来就会大涨了 对不对六月单月EPS已经0.22元 那一个月就已经赚了两毛多 那第二季诊记是赚了快要四毛钱 好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一起买就好了嘛 那你一起买的时候你发现它一路越走越高 然后震荡一下之后再往上面喷出 好所以呢这昨天的时候呢开盘就直接涨停了 震荡一下之后呢涨停再锁回去 好所以在昨天的时候也不过就收在12块8毛钱而已啊 那一个月就已经赚了两毛多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走势会很奇怪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啊 因为它本来就会这样走啊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常跟你说有些股票本来就会涨 就是这个意思啊 它本来数字就会很好啊 所以它就一定会涨啊 所以到时候你看到它大涨喷出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啊 它本来就会这样啊 那重点是你在前面买好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赚钱啊 你不用等到看到它涨停喷出之后 才在考虑能买还是不能买 因为你在一开始之后你早就可以买好了啊 买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路赚了 好我们看哦 那么就一路创新高了嘛 那这是昨天庆丰富是开涨停之后 震荡一下涨停锁起来 好昨天续创新高 那么今天的庆丰富呢 今天是不是继续涨 今天是不是继续涨 是不是再创新高 所以今天是不是开高之后震荡走高 一路越走越高 那今天是不是一样最高点做收 对 差一点涨停 今天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又要再度涨停了 那大涨9.3% 所以我说该涨的股票它就是会涨嘛 你一开始买好就好啊 那你觉得一开始买好很难吗 其实这就一点都不难啊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当时一开始买 一开始买就好 那但是重点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啊 所以这就差在哪里 那人家说 嗯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带你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你那可以等到 等到它上来以后呢 再来研究到底它好在哪里 不过你如果在一开始买不是更好吗 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进场 你是不是可以涨停涨停 你可以这样赚钱 震荡一下创新高最后涨停 今天又快涨停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赚钱啊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 震荡给买回答 对啊 我就已经跟你讲啊 获利会非常强啊 而且还很好操作 每个人都可以买 这我都不是奸奖的嘛 都不是奸奖的啊 所以你看节目的人 每个人都可以印证啊 你真的可以一路转啊 真的每个人都可以买啊 那我讲过为什么啊 那一档股票开始获利大好的时候 那它一定有原因嘛 那这个原因又不是来自业外 都是本业的原因啊 那所以这表示有故事嘛 那重点是你如果先知道故事 你不觉得你可以变得很轻松吗 对啊 你就可以变得很轻松的 在事前就先买嘛 而且我们都公开说啊 所以你有看节目的人 真的你随便什么时候下去买的 你全部都大赚耶 你真的全部都大赚耶 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买耶 他自然就会反应啊 但营收要反应 获利要反应啊 股价也会反应啊 所以他涨上来就变成很合理的事情啊 很正常的事情啊 他就天经地义就要涨啊 因为他就有手心东西嘛 那他为什么获利大好 为什么营收上来 这很清楚啊 我是不是跟你说 人家美国就已经立法了吗 就已经规定了 那就规定在明年底 以前所有现在实体通路上面 所有卖窗帘的 都不能够卖 有拉绳的窗帘 都全部要换成无拉绳的窗帘 这就已经规定了嘛 所有的实体通路都是哦 全部都不能卖哦 全部都要卖成无拉绳的哦 那无拉绳你就知道啊 无拉绳他就是 他就是这块墙嘛 那他就是这里开始出嘛 就出货量越来越大嘛 那这块的毛利又高啊 所以他的获利会好嘛 所以他营收已经先上来啊 那获利就要再上来啊 那获利上来 营收上来之后 股价一定要大涨的啊 他本来就要涨嘛 因为你一个月的获利 在0.22元就一个月哦 一个月就两毛多哦 那股价才多少钱而已 才多少钱而已 所以他当然会涨嘛 是不是当然会涨 而且我一开始跟你讲 我说你只要跟上来 我带你一起进场的时候 还不是在今天哦 也不是在昨天哦 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啊 他的获利大好 所以获利大好 其实后面有故事的 有故事在啊 那那故事就会让他的股价走得更久 就会让他走更长啊 因为这种故事都是趋势的故事嘛 跟新的发展有关啊 所以这种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已啊 那就表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嘛 那美国要改成这样子 那就是规定要改啊 这是为了安全性啊 那本来这一块现在为了安全性的东西 为了儿童安全家庭安全这些东西 本来在美国就是写学啊 所以这很重要啊 所以他不是好一个月而已 或者是因为业外的原因好一个月而已啊 他就是因为本来就好啊 他就是因为新的东西开始了嘛 所以股价当然要涨啊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你听到这一些的时候 当然是很好啊 因为你了解这些 你会多知道一些知识 这个绝对是很好啊 但是更好的是你一开始 一开始买不是更好 你一开始跟上就好了啊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常说 你只要跟上来一开始的时候买 你会发现很轻松 真的你会发现很轻松哦 对一路往上啊 你这会发现超轻松的 真的一路涨 那你看哦 还不是一档而已哦 那所以我说你买有新东西的就好了 有新东西的东西 它自然就会反映在它的营收 就会反映在它获利 那反映在它获利上面 它股价就会涨了 因为它股价本来就要涨了 合理就要涨了 所以有新东西的股票你看 是不是一路涨 来你看到第三次是一路往上 是不是一路往上 所以已经创新高 涨了已经创新高 那今天又续创新高 对不对 继续创新高 所以你看 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对不对新东西 所以你买有新东西的不就好了吗 这都是新的啊 那以前的营收里面没有包括这些啊 现在开始会有啊 而且七月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嘛 七月只是刚开始啊 因为七月三千台第三季的单一机种呢 就已经到两万台 所以你把两万扣掉三千 扣掉三千你再看 剩下的一万七里面要分在两个月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八月九月一定要大成长 所以七月就大成长啊 八九月大成长啊 再加上另外一个新的要求啊 所以单单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贡献1.5亿 每个月哦 就可以贡献1.5亿啊 1.5亿等于现在的营收多五成 所以你说营收多五成 获利是不要反应 那股价会怎么走 它一定要大涨啊 它会反应到合理的价位啊 所以天天地地就会涨啊 所以你能不能发现其实 做股票蛮容易的啊 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东西啊 它其实就是在基本面啊 但是基本面不是跟你讲那些过去已经发生了 全世界都知道那些东西啊 因为那些已经彻底反映在股价上了 所以跟你讲的是后面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是爆发力最大的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说股票说难也难啊 说不难也不难啊 那如果你看很多很细碎的东西哦 你就会觉得变很难 对不对 就好像你看盘干了很多啊 研究了一大堆啊 然后听到一大堆国内国外的各种事情 你会觉得好像很难 那其实其实一点都不难 它就是一个多头啊 那多头里面你就找股票啊 你就是买好股票啊 那所谓的好股票不是说 名门正派等等就叫做好股票 好股票是只会涨的 对不对 要大涨的股票啊 那个才叫好股票啊 可以让你赚钱的才叫好股票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可以让你马上就能够赚钱的 可以让你一个月就赚很多钱的 那个才叫做好股票嘛 最少我的定义是这样子啊 我的定义是这样子啊 不是说名门正派完全不会动的 不是在讲那种 所以你看新的东西 你买新东西就好了啊 因为新的东西开始出货嘛 然后还没有反应 以前的营收没有这个啊 那7月开始有了 那89月又更多 然后以后常态出来以后 那就等于会增加非常多 所以股价就势必会大涨嘛 是不是一路往上 所以我跟你讲也不是这天讲 也不是这天讲 我在前面就已经跟你说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打赚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它可以变得很容易 所以我说买新的就好啊 买新东西就好了啊 那新东西它一定要反映在股价上啊 所以它合理就会涨啊 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赚钱啊 所以我说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那就看你跟谁来操作嘛 对 看你跟谁做啊 你跟谁一起做啊 那你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获利 变得很简单的啊 因为它本来就要大涨 来 我们再往下看 每一个都创新高 每一个都创新高 这个是伸展 那伸展今天一样 大涨三天之后 创新高间震荡一下 那震荡之后还会上去 那它的东西本来就独家嘛 又跟国际大涨过大合作 所以第二季的EPS 就会超过大疆 就会比大疆高 但大疆现在188块钱 伸展127 那你看它的股价是超过它哦 获利差是大大于它哦 第二季的单激活力 伸展是大于大疆 但是大疆的股价 比伸展多了将近五成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嘛 五成的比较中间呢 但那是这个就可以大涨 然后还不包括新的 那还不包括它新的东西 里面后面会越来越强 非常有竞争性啊 因为它东西本来就已经是国内独家 是不是它就是国内唯一 真正是医疗籍的东西 医疗籍的医生菌 又跟国际大润合作 跟全世界最大的合作 然后将来要进大陆 进大陆还要进东斜 所以它在扩敞嘛 那扩敞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都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它的东西后面会非常的强 对不对 现在就开始啊 那单单比第二季的获利 就已经差很多 就五成的空间啊 那比第二季的获利 合理就要大涨五成的空间 再加上后面新的动能 所以就一定会涨嘛 所以你就可以很简单的赚钱啊 就可以很轻松赚啊 所以我常在讲 有时候呢 当然股票上面的东西呢 是很专业的领域啊 那这专业的领域里面 其实有时候你看很多很细碎的 你不如就直接跟上 因为跟上你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你讲伸展也不是尖角嘛 那我带你买是买在 就买在这里嘛 我带你是买在这里啊 然后直接赚了 因为买了之后你就每天赚钱 对不对 一天一天越多 一天赚得比一天更多 对不对 连续大涨三天 所以你会发现 那往上之后是开始 一路往上面走 大涨大涨大涨之后 今天创新高创新高震荡一下 还要再涨 所以 它差价很容易 就会让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差价 很轻松就可以拉开啊 重点是后面的力道还非常强啊 这很强的力道耶 因为一样的股价啊 获利比它大 获利比它多 而且还不是多一点点哦 如果获利比它多 那么多的幅度 那它股价至少超过 它天经地义嘛 这百分之天经地义啊 因为获利比它多很多啊 那获利比它多很多 股价当然至少就要超过它 那么单单是比到一样就好 这就五成了 还有包括它后面的东西 独门性 这个又不一样啊 因为那个成长空间够大 力机性又够大 所以我就讲嘛 所以我就要跟上来啊 你就买新东西嘛 这都新东西啊 这全部都新故事耶 全部都新故事耶 所以一定涨第一个啊 一定会冲最快嘛 都新产品的新故事耶 而且都跟人家不一样啊 对不对都是有独门性的东西耶 力机性又强啊 我们做股票就做这种 会大涨的股票 可以让你一档就赚够的 就是这样赚钱啊 对就是这样赚钱啊 后面会喷出的股票啊 你做这种才过瘾啊 因为这种本来就是 天经地义就会涨的股票 东西就独门了 来你看哦 真的非常强 这也创新高 也一样创新高 所以我们的股票都在创新高耶 对都在创新高啊 而且你看几乎都是 每天都可以赚钱 每天都可以持续获利 那这国内最纯的 无人商店概念股 对无人商店概念 那又跟美国最大 百年历史的最大厂商 对又跟这个合作 好那无人商店 这个大商机啊 最引爆新商机啊 而且非常强啊 你知道这一块 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强 非常非常强 全世界的创投跟天使资金 几乎都在投这一块 大资金的都是 后面都是看好这一块 都在玩这一块啊 单单大陆也是啊 你知道大陆 单单最近 非常火热的消息是什么吗 你知道大陆 有一个叫冰果盒子 这个非常强哦 他在大陆做A轮的融资哦 单单A轮的融资而已哦 A轮而已哦 他就已经募得了一亿人民币哦 单单A轮就一亿人民币哦 这非常热门哦 对不对非常好啊 就是无人商店了 就叫做无人商店啊 他超看好啊 因为这后面有大商机啊 而且超级强啊 因为一个无人商店的成本 跟一般正常地面比起来 下降非常多哦 这个非常多啊 所以这后面是大好啊 那你知道他在A轮的融资里面 就已经拿到一亿人民币 那么现在 他刚开始只有十家店哦 他未来的目标是要在未来四年哦 在四年之内 扩到五千家店 这只是一个东西而已哦 这只是一家哦 这只是一个无人商店在做的哦 他就打算要从现在的十家店 扩到四年后要扩到五千家店 四年内扩到五千家 你看这多少倍啊 你哪一个现在的实体通常可以这样做 没有一个可以耶 那所有的人看准都是这一块耶 又不需要什么人力啊 成本可以大幅下降啊 你用一样的成本 你一家可以开三家 可以差非常多了 所以那块大好啊 A轮融资就大好啊 第一轮的融资里面 A轮里面就已经直接拿到一亿人民币哦 这才一个而已哦 这才一个而已哦 全世界大资金都在看这一块 都在看这块大趋势啊 所以这块大趋势里面 又有独分商机的 最纯的 他当然就一路涨了 所以他当然就是一路往上面创新高啊 因为他的优势就没有人能比嘛 他的东西里面就是别人没有啊 所以他会一路创新高 你看是不是任何一档 你都很容易赚钱 所以结论就是买新东西就好了啊 然后跟上来做就好了啊 都很轻松在创新高啊 都很轻松在涨啊 都很轻松的可以让你获利吗 对就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都可以很轻松让你获利啊 你看到每一个都在创新高 涨停在场景 创新高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跟上 为什么我常说你一定要快 这道理就在这里啊 因为你只要锁定新的东西里面 你跟我就说新的东西啊 不是旧的东西啊 不是已经炒过的东西 不是已经老掉牙的东西 你买都是最新的商机 对不对 后面最大的空间的 所以你买以后 你当然一开始你就赢了一半嘛 你根本就稳赢了 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一定要快啊 要不然庆丰富会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人就一定要把握了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有个很重要的重点要告诉你 所以呢等一下你一定要锁定了 尤其你还没有买到庆丰富的人 或者你这一波错过 可以让你直接赚大钱的人 等一下一定要锁定好 休息一下带回来 进食开始 下来 各位又要探照哦 特时C黄金比例叶黄素 是由Florago及ZO1组成的黄金比例 一天两定给您完整防护力 并购专线0800-066-680 唱着了红 大华国际投资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要运动就要更快 来 更快哦 等我一下啦 你如果路走 你脚头有点重处 大家平常是就要保佑啊 灵活乐节一天两立 配方更完整 行动更灵活 还有四项高单位专利配方 第五专位素食者设计的素食乐节 订购专线0800-066-680 或上网搜寻 长春乐火乐节 我们哪个贵条 长春乐火 快来速速李诗德林绿茶漱口水 四种精油夹服 打击口腔坏菌 预防蛀牙问题 全家牙齿超强壮 竖了就敢大胆冲 口感温和 全家人试用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么该涨的股票 其实很快就会涨 好 所以其实就很轻松的就两等涨停 好 那么汉迅最近呢 那我想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启示 好 因为呢 我们看它K线是这么走的 好 那么从这里上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路往上面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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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一下之后涨停 涨停 再涨停 好 那所以最近稍微拉回一下 拉回一下 今天直接再拉出一根涨停 那么眼看很快就会往上面再刷新新高 好 所以你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其实做股票 一开始为什么说你一定要跟上来 因为一开始有没有跟上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得很大 因为这两天震荡一下嘛 那你如果跟上的人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他本来就会涨 可是重点是你是买在哪里 什么时候开始操作 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开始操作的人 你在这里进场的人 你根本就不会担心嘛 其实你在这里进场的人 冲上去之后涨这么多涨停之后 震荡一下的时候 你根本就耗着一家 你完全就很轻松嘛 因为你只是等加码点 你大概买一点而已啊 你完全就很轻松嘛 因为你成本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就相差非常多啊 你根本就已经赚了一大把在手上啊 所以其实真的能够占大铺段的人 是你在一开始你就已经进场 一开始就买好的人 因为中间你就不会被洗掉嘛 你根本不会担心啊 那将来创新高上来之后 再挡一大专又都是你的啊 你就可以成端赚到 所以我说 有没有一开始跟上很重要 其实那差很多耶 因为你很容易在中间被洗掉 都是你半路 上去了之后在高档你才买的 你就很容易这样啊 那明明一挡股票 你就是可以赚大钱啊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呢 一开始其实是最好做 而且空间最大的 所以一定要把握 好那么 就会有些人说 那有的这个已经来不及啊 有些人说 那我当时已经错过当时的买点 那我就讲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错过一档股票 前面一开始大好的买点 你还会有别的啊 你其实股票市场这么多股票啊 你还有别的可以赚啊 你其实买一开始发动股票 不就好了吗 来我们看这里哦 那这个就刚开始发动而已啊 第二季的EPS呢 就上下0.8到0.9 那如果以这个数字的话 获利根本就是大爆发 这个是超级大成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股价就是根本就严重偏低嘛 那所以刚起涨啊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也是有空间 可以直接赚钱啊 我也才第一天耶 所以其实有很多 可以赚钱的机会啊 所以才说要更好啊 那我常常这样讲 不是因为就是一直催促你等等 并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因为 真的你只要在一开始有跟上的 你很容易赚大钱 你一开始有跟好就好了啊 就很容易赚钱啊 后面上来全部都你的啊 你也不会被洗掉啊 来我们看看哦 我们先切入重点好了 我们先把今天最重要一件事 先给你讲好 这个很重要哦 那因为先切入重点 你可以先准备好嘛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说 那所以我们先直接切入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刚刚说 如果你这一波 你没有买到庆丰富的 你没有赚到的 或者你三星两亿 你该算没有赚到的 那你记得哦 就是明天早上 好我们把时间都讲好了哦 也先跟你呼吁了哦 所以算是事前都已经跟大家说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说你来不及哦 因为我们明天第一批正式警察 所以呢你还没有跟上的人 或者你前面该算没有赚到的 记得一定要把握 就明天早上哦 对我们先讲好了哦 所以你一定会来不及啊 也不要说你来不及 其实我们常常都讲在前面的 都是公开印证 你知道当时我在跟你买庆丰富的时候 也是先讲 我买庆丰富的时候也是事前讲的啊 这是那个时候讲的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庆丰富的时候 前一天告诉你的时候 就是跟你说就这一档 那个就是庆丰富 我那时候就跟你说 它的价位很低 然后又好买 重点是这个嘛 重点是这个嘛 都讲在前面啊 那那个时候也事前讲啊 所以你也来得及的 那时候你是真的来得及 你一定赶得上 那你其实可以很轻松赚钱啊 而且那时候刚发动嘛 所以我常说你一开始跟上就好了啊 因为你一开始跟上你会发现 你就几乎会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它在一发动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只要有进来 把你该买的买好 你会发现其实后面你很自然 整段就会转到 真的很好玩啊 真的就是这样啊 你越是考虑更多的人 考虑一大堆的人 反而你千算万算到最后 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不对 因为你考虑很多之后 你一定要等到 看到它怎么样之后 真的印证它非常非常强 之后你再跳进去 等你跳进去之后它就震荡了 然后震荡之后你就被洗掉了 然后之后你就没有转到 那它偏偏又喷上去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走啊 所以我说就一开始跟上就好了 真的不用想很多 因为一开始跟上你很自然 就可以赚一大段 对不对 又创新高 来你看今天庆丰富 是不是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财报大好 是不是财报大好 一个月就两毛多 股价才多少钱 一个月就两毛多 而且我还不是现在跟你讲 我是当时就事前告诉你 还事前预告 所以如果你当时想很多的人 你就会等到进证 你就会想要等他上来上来之后 考虑保虑再进去 等到你印证了之后 他可能这里震荡一下 就一刷 你又被洗出去 洗出去之后 结果第二天就往上 然后继续涨停 然后昨天又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之后 今天往上面又快涨停 对不对 又创新高 所以你看是不是涨停涨停 刷一下震荡一下之后 涨停涨停 对不对 快涨停 那你看才多久而已 就快四个涨停 那是不是财报大好吗 是不是低价股 这完全没有错 而且事前讲 因为事前跟大家说 就是那一档 就是那一档 就前一天跟你讲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说一开始跟上是最好 因为其实一开始跟上 法额真的是算最多的 那你千算万算 有时候就是 法额就是 不如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你有时候 你考虑太多 你就会错过 那明明一开始有故事的股票 而且又是财报大好的股票 你本来就是一开始买 你不开始买什么时候买 你等他冲上去以后 你法额容易错过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那我只能说 清风付连续四根 连续快四根涨停 所以重点就一定是在 一定在下一档 一定在下一档 还没有起涨的 然后正要起涨的 然后重点是 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买的 重点一定是这个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记得 就是明天 那就是明天 记得你一定要买好 那我们第一批正式进场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马上打电话进来 那你越早进来 就越优先进场 所以记得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第一批 来记得 一定要整时卡位 全力卡位 一起进场